歌手2024第二期 九位歌手包括乐队 在我的心目中最好的前三位 第一是涵盖乐队 机故事零十五 几乎是零十五 音乐气场甚大 以摇滚乐为基础 民族气息浓郁 具有典型的中西方文化的高度融合性 尤其是在乐器和人声的音色上 和欧美的Soul、R&B等这些主流风格 形成了鲜明对比 美国歌手上腾摩尔 她在本场我的心目中她排名第二 她的音乐是以电声乐加管弦乐为基础 这是我们普遍听到的流行乐中常见的乐队配置 也是以欧美音乐为主导的 现代流行音乐的基本编制 但是涵盖乐队以民族乐器为特色 以电声乐 吉他贝斯鼓舞为基础 同时融入了 马头琴 口弦琴 三弦 等中国民族乐器 在乐器的音色上和欧美音乐相比 既有相同的底色 那就是电声乐 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独特的民族色彩 这就是乐队上的区别 音色上的差异 第二 人声的区别 如果说 上唐摩尔的唱法 So代表了欧美唱法的主流 是一种欧美或黑人的人声表现方式 那么 杭盖的人声就是典型的中国蒙古族的文化标志 它的那种粗犷豪放的人声色彩 加上弹舌的发音方式 以及极具特色的呼麦 这都是杭盖乐队的杀手锏 这种音乐放到国际的任何舞台 都会让世界观众耳目一新 所以我们把杭盖的乐队和人声放到一起来看 它就和上唐摩尔所代表的美国主流文化 形成了鲜明对比 那么这两种色彩 谁更好 谁更厉害 这没法比 技巧可以分高下 但文化无法判高低 其实不同的音乐文化 体现的正是不同民族和地域的生活方式和风土人情 就像我们的华语歌手 在演绎Soul和R&B等这些美国的音乐风格时 远不如欧美歌手 但如果我们反过来看 假如让上唐摩尔去唱杭盖的歌 他也会处理不好 你让美国歌手去唱蒙古族的弹舌音 他同样也唱不好 甚至学都学不会 这就是文化差异 不仅仅是声乐技巧的问题 说到黑人的转音 这其实就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他们的风土习俗 只是因为美国的流行文化 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太大 所以他们把黑人的这种民族性文化 传到了全世界 变成了一种世界主流文化 从而成为全世界模仿的 追宠的一种主流唱法和音乐形态 其实这种人生的表现方式 很多时候都是从骨子里面带出来的 是从血脉中流出来的一种东西 就像有些民族会弹舌的民族 小孩一出生 连哭都带有弹舌的效果 这就是文化使然 在歌手第二期的舞台上 导演把航盖和 上他摩尔放到一起PK 我觉得既有点燃话题的 娱乐效应 同时也让大家深切的感受到 两种文化在同一个舞台上的 碰撞与交流 这样的深层意图 好 那么黄轩的表现 他到底好在哪 他的演唱技巧和舞台表现 到底有何特色 在华语歌手中 可以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二首玫瑰 在这一场中表现又如何 纳英 他的演唱 是否超越了第一场表现 对于这些问题 对于其他歌手的点评 请关注我的频道 后面我们一个一个的慢慢解读 请不吝点赞订阅